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北美敌方新闻 我是张小婷 新闻开始 首先带您快速浏览 北美各地的最新要点新闻 美司法部建议川普前驻手班农 获刑6个月罚款20万 曾是川普驻手的斯蒂芬班农 因无视2021年1月6日 国会大厦袭击事件的 众议院委员会的传票 被判定犯有藐视国会罪 并将于11月受审 司法部表示 由于他持续恶意蔑视国会 因此建议 应该让班农获刑6个月 并支付20万美元罚款 美国周日安检249万航空旅客 为2020年初以来最高 美国运输安全管理局TSA 周日对249万航空旅客 进行了安全检查 这是自2020年2月以来的最高人数 然而这一数字低于2019年的 同一天筛查的261万人次 截至10月初 主要航空公司的航班数量 仍然下降了约15% 而乘客数量比疫情前的水平 下降了6%至7% 比尔盖茨基金会承诺捐12亿 助根除小儿麻痹 比尔盖茨在声明中说 根除小儿麻痹症是出手可及的 但目前这种疾病 却仍对我们构成危险 这笔款项将捐给全球小儿麻痹 根除行动 这是由各国政府发起 公司单位通力合作的行动 目的是要在2026年前消灭这种疾病 存在火灾和烧伤危险 New Air召回Magic Shelf 气炸锅 已经销售近1.2万台的Magic Shelf 气炸锅 由于可能回锅热造成火灾和烧伤危险而召回 消费者应立即停止使用召回的空气炸锅 并向New Air公司获得信用形式退款 中天中望 中美报道